音乐就像讲话一样,有句子,对不对? 好,这首曲子呢 它的一个句子是几个小节? 四个小节 很好,它有几句? 它有四句 有四句对不对? 然后这个四句它有一个特色 它是都不一样,还是其实它有某些规则? 有些很像? 三个很像,一个不一样 对,哪三个比较像? 一个不一样 一、二跟四,对不对? 最不一样的是第几句? 第三句 第三句不一样,很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弹的时候就会学这个 然后刚好有一首儿歌也是四句 然后也是这样子,前两句跟第四句很像 第三句不一样,是哪首儿歌? 小蜜蜂 对,小蜜蜂,对不对? 很好,所以以后忘记都可以这样记 好,我今天跟你合奏一次 来,准备喔 手要按对位置喔 屋子要对到手 好 一、二、三、四 手二、三、二、四 看一下之后 第二行第二句 手二、一、二、七、二、三 素二,ans 感觉上去不一样 从八開始 6 2 2 3 2 3 4 3 3 8 9 10 11 12 1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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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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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4 3 2 2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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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 1 很好 所以第二句跟第四句是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好,所以我们讲这个叫做起承转合 我们可以这样子想 起承转合 对,好,那老师今天有补充 先你说明 我们在乐譜上面 第三句的时候 前面两个小节写来一个 Piano是什么意思 钢琴 什么意思 小声 Fordé呢 大声 所以钢琴最早的名字叫做什么 Fordé Piano 大小声起 它可以做出大小声变化 懂得吗 后来讲久了习惯 我们就把神乐子讲一个Piano 这样会不会 OK,好 那这个曲子要这样子学